发生在我身上的恐怖事情 说来没有人相信 而一切的开头 都要从那天说起 第一天 正式大吃一惊 从网络上购买的美丽人偶娃娃 竟然与我差不多大 卖家有点奇怪 这么美又等身大的娃娃却卖得这么便宜 还想说是像一个一样大而已 只是想要买来放在床头 这下有点苦恼呀 我将它放在床上 不知道碰到了什么机关 娃娃发出了音乐身上 检查了一会儿没找到机关 我决定翻翻看箱子 不知道有没有说明书 从箱子中拿出了唯一一张纸 上面写着幸福的魔法娃娃 幸福的娃娃魔法 对着娃娃说 你今天一样美丽呢 帮娃娃梳头 轻她一下 只要每天照着做 娃娃就会带来幸福 这些步骤十分的简单 如果做这些就有幸福 不叫您胃强不可一世 嗯?我刚才是把娃娃放这里吗? 不是不是她在中间一点 记错了吧 不是她真的在中间 把娃娃放到床的中间 准备施展幸福的魔法 对着娃娃说 娃娃你好 你今天一样美丽呢 然后是梳头发 帮她梳头发 靠靠 拉那么近 要驾驶了 有点怕 惬意的帮娃娃梳头 仿佛回到了小时候 娃娃的头发很柔顺 美丽又有光泽 差不多梳好了 心情一整个愉悦 太好了剩最后一个步骤 轻她一下 嗯嘛 来 吻 吻我 敬叹好 敬叹好 咳咳 你是不是害怕 有 第二天 我们坐在茶几前 愉快的吃着甜点聊着天 娃娃给我一种 说不出来的亲切感 仿佛我们是认识了很久的朋友 又像是家人般亲密的感觉 她在梦中似乎跟我说 希望我能赶快帮她下一个名字 说的也是 我对着娃娃说 你就叫莉莉吧莉莉 我是小雅请多指教 取完名后我摸莉莉的头 差不多是时候惯洗一下 要出门上班了 来到我厕所 看向镜中的自己 什么脸色看起来这么差 明明昨天睡了格外的好 还做了一场超棒的美梦 我调整呼吸 认真感受一下 算了 大概是得到莉莉 太兴奋了 赶快用用去上班了 咳 莉莉 莉莉 don't don't do that 莉莉 don't do that no 看着自己长白的脸色 独自生活在竹界公寓的自己 要是突然病倒了也没有人知道吧 不知为何心中涌起强烈的孤单感 要是莉莉是活的就好了 要是莉莉是活的就好了 这个想法 挥之不去的萦闹在我的心上 哎该去上班了 累死了忙了一整天 已经到外面吃过饭了 得赶紧你弄一弄洗澡睡觉吧 莉莉 放在角落莉莉突然发出了声音 仿佛在提醒我还没有施展幸福的魔法 我没有忘记哦莉莉 我们先来施魔法吧 可以不要吗 莉莉你今天一样美丽呢 接着来帮你梳头哦 莉莉我怕 梳子柔顺的腾滑 心情平静了下来 我他妈一点都不平静 莉莉的头滑很柔顺 美丽又有光泽 要是我的发质像她一样就好 哎真希望莉莉是活的 可以陪我说说话 我可以陪你啊 你看我的台不就好了 差不多了 我把树子放回抽屉 接着亲她一个吧 来来来莉莉 恐怖的接吻环节 第三天 感觉很不舒服 很累又有点头晕 是感冒了吗 向公司请假以后 我决定洗把脸 退后 洗完脸吃点东西 吃个想要再睡一下吧 来了 脸色看起来比昨天更差了 刚刚那是什么 是我错错觉吗 好像有两只手 吃个要睡觉就好了 吃完腰后回到房间 我上床睡觉 我感觉到头晕目眩什么也看不到 四周有一种思念的感觉 地板仿佛在跳动 我在梦里吗 我没有做过像这样诡异的梦 意识非常清醒 却没办法醒来 还好我的视力逐渐恢复 以一种很缓慢的速度 我看到了一个诡异的空间 中间那个怪物 那是我吗 他长得跟我一样的脸 压制 肠制 肋骨 脸头 莉莉的身体 血管 接着我的血管 那个 是莉莉吗 真的是莉莉天哪 我止不住心中的震惊 可以吃掉了 尬的 怪物身上连接巨大肉流的心脏 心脏接着管子 而那些管子则连着莉莉 我往前走 踏着湿软乳洞的铁板 轻生的走过怪物身旁 绕过恶心的肉块和纠结的内脏血管 来到莉莉面前 莉莉是你吗 我雀雀的问着 救救我 请你救救我 怎么回事 我身后的恶灵想将我吃掉 你看起来比较想再吃掉人家 莉莉我该怎么做 驱散她 每天继续做那个仪式 她就会被驱散了 莉莉与怪物忽然消失 周围渐渐暗淡 还有很多话想问 却都来不及开口 我从床上睁眼醒来 这到底怎么回事 莉莉真的有灵魂吗 而且她被恶灵斜压迟了 我觉得她比较像恶灵 一想到莉莉有可能会被恶灵伤害 心就感到一种无法言喻的痛苦 我将莉莉从脚落拿起暴露我的怀中 可以确切的感受到她的体温 你感受到她的体温就是有问题了吧 发现一下问题好吗 那是娃娃 甚至还有呼吸的起伏 莉莉不要担心 我会保护你 她没有说半句 我赶紧做完了今天的仪式 希望能够成功驱散恶灵 做完仪式的我感到浑浑欲睡 浑浑噩噩的度过一天 最后不自觉的睡到了隔天 第四天 当我起床我感到更差的不舒服 只好出门看个医生 心中还挂念着莉莉 然而在势利医院看诊室 医生却说我没什么异常 叫我不要过度疲惫 开了点舒缓的药给我 允完药之后的我 一样的感觉涌上心头 我怎么会这么伤心莉莉说的话呢 遇上这么诡异的事情 为什么我会像是中邪了一样 不担心自己的安危 反而只想保护莉莉 一阵恶寒 莉莉会不会才是恶灵 很远他才没办法精神控制我 恐惧袭击了我 我集中中的用网站查询有关恶灵的一切 经过数个小时疯狂的查询 我总结出了下面几点 关于恶灵 恶灵是来自另外一界的 邪恶精神生命 拥有强大力量的他们 不知为何 渴望的在我们的世界拥有躯体 刺骨救人召唤 死亦恶灵 多数的人付出了超他们想象的代价 也有少数恶灵不靠召唤 能够自行渗透到我们的世界 他们会依凭某种东西 吸取生物的生命力 慢慢变得强大 进而成为实体 在实体的恶灵面前 渺小的人类已经无力阻止他了 被附身的娃娃 娃娃和人偶事与人的心灵 十分贴近的存在 容易让人卸下心房 拥抱爱护 甚至成为精神上的慰藉 因此很容易被作为诅咒或者附身的一品 尤其是人型的玩偶 拥有被恶灵附身的玩偶 通常会出现疲劳幻觉 那是生命力被夺走的证明 XX的恶灵 会对被害者施以精神控制 让猎物逃离不了 恶灵诅咒解放 我有一个朋友拿到一个被恶灵附身的娃娃 我们发现不对 干净找专家 大师告诉我们 恶灵一旦已经可以影响真实世界 或者甚至动起来 那一切就太晚 幸好我朋友来得及去除掉 因为好奇都问了几句 为时已晚的怎么处理 大师说他们不接这种的 因为有可能被已经很强大的恶灵反扑 所以无法处理 而唯一的方法 竟然是将恶灵转嫁到其他人身上 大师最后奉劝我们不要接触这些 有些诅咒一事 一旦开始了就停不下来 有些不干净的物品 一旦沾了就永远摆脱不了 经过整理后 更加肯定之前的推测 照文章的说法 列列程度已经是无法驱除的 于是我改搜寻封印恶灵的方法 得到了下面的配方 封印恶灵 冷血朱砂盐混云做基底 猪脑挖肉鱼眼驱虫 角泥加入基底中 以此成品化 贴至恶灵一屏上即可 若制服箭单 表示恶灵强大到难以压制 浮便回空白表示封印无效了 好饿哦 猪脑挖肉鱼眼驱虫 呃 他要这样 啾啾啾啾 事不宜迟 立刻将在东西买回家 一回到家 列列就站在那里 小雅欢迎回来 他会讲话 一瞬间 愧疚感涌上心 感觉自己是一个王八蛋 怎么会认为 列列是恶理呢 又被控制了 他那么的美好 我回来了 做完晚餐我就来陪你 好 他又被控制了啦 现在完全没办法形容我的心境 我仿佛疯狂的爱着莉莉 又急于将她摆脱 心中仍有一丝侥幸 希望莉莉真的是一个无辜的灵魂 被恶灵伤害需要我的帮助 李智却又告诉我不可能 驱除恶灵 靠抱抱歉轻的仪式就可以了 PETSIA 所谓用爱的力量进化邪恶 他只是借机吸走我的生命而已 我抱着沉重的心情走向厨房 我必须封印恶灵 不能再让吸走我的生命 如果恶灵真的已经强到 可以脱离精神体 性态 变成真实的怪物 我敢想象 接下来会发生的事情 将材料放在桌上 猪脑 鱼眼 蛆虫 全部都丢啦 拆刀下去 将它们搅碎在一起 拉拉 用这个液体将浮化好了 他在画什么浮 我将这个偷偷藏在书子后面 打算正帮他书头时贴上 必须一次成功 我们赶紧来做魔法一次吧 好的 谢谢妮莎 恶灵消失后 我就能带给你幸福了 真喜欢小雅 一瞬就差点被说服 不行 我不能动养 换了个方式想 封印恶灵 莉莉也就得救了 只要她不是那个恶灵 就不会对她有影响 我心中平静了下来 平静的不可思议 我们来梳头吧 她坐上了床等待 我非常自然的靠近了她 对对 你 好好保 人内 静弹出多余的血 她那个很像是那个血块 确实是个恶灵 我将恶灵窝带着 就拒絕耶 已經太遲,沒辦法除 不能燒掉,燒這娃娃惡靈變能順著我殘存在她身上的生命 一邊隨便對娃娃作法加強負面 男男的不知道能撐多 所以沒辦法了嗎? 好婆婆願意我 我其實知道 像賣給我娃娃的賣家一樣 把莉莉賣出去 一次只要有人被人擊讓我就沒事了 三中寺廟地址 我會替你的越早去越好你沒剩多久 被娃娃附身我必須立刻做決定 後座20歲都可能掙脫 不過我會從鏡中看著 莉莉桌在後座看著 她在等著 後座呢車把她抱在懷中 拖著疲憊的身體往寺廟方向前進 散入賣賣我吃力的攀牌 過度的皮繞加上恐懼 雙腳無法克制的顫抖 手中娃娃就越發沉重 或許我該講要轉賣給別人 讓她附身別人 我不是想要做出跟上一個人一樣的事 說不定不是個正確的選擇 真傻 說不定不會死 但至少我沒有沒過良心 眼前陣陣發黑 不用看我也知道 好符子的圖案漸漸淡去 艱難的久折 急促的喘氣 一間示範就出現在眼前 太好了 彷彿要嘲笑我一般 符子掉落水風飛中 好 妹妹莉莉凍起來了妹妹 妹妹莉莉 莉莉凍了 你看看莉莉 真可惜 我不會再給你機會 她眼前一直黑倒下了 終於大家行 夜跡持續變好 除了上班就可以開始 規劃空閒時要做的事了 我要請我朋友家裡看看 對者無語站在一旁的他說 她絲毫不想搭理我 她看來你也很奇怪 小雅 她被那個負身了 因為娃娃的靈魂是她 然後她的靈魂是那個 一定是長這樣啊 對不起了 我將娃娃低價多售給了別人 嗯就好 她道歉感謝我 興奮之情都從螢幕上聞 就傳到我側 而遠端螢幕的我 愧疚的哭泣 對不起了 我知道我沒有時間 這有什麼很美味好 這個鍵子 是不喜歡的 要提搭 有兩位 這個鍵子 來自鍋子 每個人'll來摸 拿到零把 吃去 吃到零 blamed 吃到零把 吃到零把 太瘋了 太瘋了 他已經瘋了 叮咚 是誰是誰誰 來 慢慢按 來了來了 弟弟 他拚命的敲了一個 他來了 真的 他為什麼又回來 不是啊 他這樣子不管怎麼樣都沒有逃脫 叫做弟弟啊